又到了一年读大学填志愿的时候,你的专业是爸妈选的,还是自己喜欢的? 根据中国高校传媒联盟的调查显示,42.65%的大学生表示,自己当年选专业时,遵循了父母意见,而在留学生中,这个比例可能翻一倍,宝贝,听妈妈的去学经济管理,毕业后回国找工作方便,留在美国发展,也应该有不错的前景。 四年前,当小颖化名本课毕业决定留美读研时,妈妈语重心长地对她说,从小就是乖乖女的她听同了家长的安排,但之后发生的一切让全家人都追悔莫及,来源,视觉中国选了不喜欢的专业,她渐渐抑郁了留学的日子,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精彩,无聊到除了学习之外只有学习,可尽管如此,两年后小颖依然没能修满学分顺利毕业, 根本的原因就是她对专业不感兴趣,再加之同学们一个个理小,令她压力倍增,慢慢的她开始不愿意去上课,找各种理由请假独自躲在公寓里睡觉,足足有半年时间,情绪状态每况愈下,直到有亲戚去美国旅游看到她的状况,陪她去看了心理医生,诊断为重度抑郁,随即就把她带回了国, 回到家里的小姐依然把自己关在房间里,一言不合就跟父母吵架,一不顺意就大发脾气,妈妈好几次被她气得落泪,后悔不该把女儿一人送去国外,然而问题已然存在,只能硬着头皮解决,惊人介绍,母女俩找到了杭州市七医院门诊办,公事主任,心理疾病专家朱长江, 一开始都是妈妈在说,美国医生给开了抗抑郁药,吃了以后情绪能稳定点,看女孩始终低头不语,我就把妈妈请出了整室,想营造一个私密的空间,和她有个深入的交流,朱主任说,这样一对一的沟通共开展了六次,每次不下半小时,而她在一次次交谈中,对小颖有了全面的了解,除了情绪问题之外,她还存在个性问题,人际交流问题, 但争结所在就是对妈妈给选的经济管理专业不喜欢,她内心最想学的是艺术设计,来源,视觉中国医生建议,按照孩子的兴趣和天分来抑郁女孩宛若重生于世,朱主任建议小颖去做个心理体检,结果显示她在艺术方面的评分确实比较高,然后,她综合各方面的信息,跟小颖妈妈常谈了一次,建议不妨让孩子去接触艺术设计事,已经急得快发疯的妈妈, 答应了,并动用自己的关系,联系了一个设计团队,让女儿去实习,就这样,小颖一边实习,每天都吸收大量感兴趣的艺术专业知识,团队的老师们对她的表现给予了很高的评价, 一边仍坚持接受朱主任的治疗,每个月做一次深入的心理治疗,结果,神奇的改变发生了,她愿意走出家门了,发脾气的次数减少了,脸上开始出现笑容了,也愿意跟人交流了,更重要的是她的药量再逐渐减少,直至半年后完全停药, 看见宛若重生的女儿,小颖妈妈的心终于能释然了,一年前,小颖主动提出,要回美国完成学业,不过这次要换专业学艺术设计,虽然家人对她独自在国外有些担心,但权衡再三还是同意了, 如今,小颖不仅顺利拿到术士学位,而且在美国找到了一份与专业对口的工作,打算在自己喜欢的领域好考大拼一番,小颖曲折的经历背后,隐藏的是普遍存在的,父母在对孩子选专业上包办的现象,在选专业这世上,是父母究竟该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? 而学生本人是得遵从内心的声音,还是更多考虑未来的就业,跟一个人的个性、天赋,以及家庭条件等因素息息相关,听取多方信息做个综合考量,或许能避免一些悲剧的发生。 朱主任感叹道,来源,前江晚报记者和丽纳通讯员李斌值班编辑,正思其头条福利盛下,看一场兵舞加芭蕾的艺术盛宴,兵舞芭蕾天鹅舞俄罗斯芭蕾舞剧院全球首创8月2日,杭州剧院翩翩起舞,点击图片,彩文墨链接报名前,报城市日历,送出十个免费名额城市日历,和有趣不期而遇,新本活动最终解释权归前江晚报所有星,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